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岁的男性凶嫌悬赏台币300万重金之后 现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凶手自己打电话给警方曝光自己所在的地点 而警方也成功询线在曼哈顿逮捕到这一名嫌犯 纽约地铁枪击案 62岁凶嫌走出警局 面对记者询问却不发抑郁 还面露诡异微笑 斯言恒说他是自己打电话自首的 我们现在学习这些警察 叫警察自己打电话 他打电话网络网线 说我认识你找我 他继续说他在哪里 他在麦donalds上的下方 他在打电话 CNN来到逮捕嫌犯的地方 枪击案虽然已经过了一天 但民众回忆起案发状况 却心有余据 纽约地铁不时发生枪击案 纽约市长说他要利用 侦测科技增加维安 警察出身的亚当斯坦言 很难控制广大的地铁系统 但他誓言让纽约市民 免除枪支暴力恐惧的承诺 却再次遇到挑战 CNN综合国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 俄罗斯侵略卢克兰 导致供应链中断 穷国恐怕会面临经济崩溃 这样战争 镇加深粮食能源跟金融三大危机 不光是贫穷国家 可能面临崩溃危机 德国智库更警告 能源的价格居高不下 加上地缘政治风险 开启德国新时代 过去在德国赚钱的企业 不见得都能够存活下来 智库也预测 如果是四月中 中断了俄罗斯的能源进口 那么德国的成长率 可能只降到剩下1.9% 明年可会陷入衰退 造成德国经济萎缩2.2% 而在电影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社群媒体最近在流传 俄军一次动用杀伤性极强的 极数弹攻击 被监视器清楚地拍了下来 影片地点就是在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 另外乌克兰跟欧美的专家 也正在积极搜集 俄军大屠杀的证据 美国总统拜登更首度用 种族灭绝的字眼 来形容俄军暴行 监视器拍下乌克兰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又遭到俄军空袭 建筑物旁瞬间烟雾弥漫 只是这次攻击并不单纯 联合国说这就是俄军在住宅区 使用极数弹的铁针 由于这种弹药会加大平民的死伤 许多乌克兰孩童因此成了孤儿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在安理会上朗读一篇 九岁男童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谢谢你最好的九年 我的生命 很多谢谢我的孩子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名九岁男童在战火下失去妈妈 尽管内心伤痛 他仍坚强写下会试着当乖孩子 好让自己未来也上天堂 和妈妈重逢 然而心酸内容却凸显联合国 在乌俄危机上能做的不多 因为俄罗斯人事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成员拥有否决权 乌克兰无奈之余 仍加紧调查布查证惨案 这次还找来法国团队加入 强调公开透明 不只布查证 俄军横扫之处都有大量的平民死伤 乌克兰说目前手中的调查案 就超过6000件 只是调查过程得将遗体 从乱葬缸中挖出 尽管辛苦乌克兰不放过一丝铁证 就是为了让普钦接受战争罪审判 美国总统拜登曾称普钦是战犯 现在他又将谴责用字升级 首度说出种族灭绝这个词 更多俄军的暴行在镜头曝光 切尼哥夫近郊一处地下室 就曾被俄军拿来关押300多位军民 而且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证明受害的老妇回忆目睹周围居民 一一死去 自己也走过鬼门关 只怕这些人证物证 看在普钦眼里通通都是造假 普钦自古大内宣合理化出兵的行为 同一时间俄罗斯国防部又声称 马里乌波尔上千名乌兵 已经器械投降 俄罗斯铁了心继续打这场仗 更多赫尔松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光是逃来波兰的难民就多达260万人 继欧盟主委会主席和英国首相强身后 波兰 爱沙尼亚 立陶宛和拉托维亚四国的总统 也联媒前往基辅访问 泽伦斯基希望欧盟尽快制裁俄罗斯石油 多管旗下逼普钦收手 纪续新闻 综合报道 有消息指出 芬兰和瑞典最快在今年夏天 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克里姆尼公的发言人 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对立场 警告芬兰不要轻举妄动 会破坏欧洲的稳定 芬兰总理骂林是无拘俄罗斯的威胁 强调芬兰何时申请加入北约 他不会给出具体时程 但他认为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几个礼拜之内可能就会有定夺 而芬兰政府也把最新的安全报告送给国会 与此同时有卫星影像捕捉到 芬兰湾的俄国海军拉达级潜舰 正在进行测试 外界担心芬兰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 乌尔战争进入到第49天 乌克兰民众现在不只要防天空投下来的飞弹 还要留意地下被俄军留下的数千枚地雷 以及爆裂物 华盛顿邮报就形容了 这俄军就像撒面包屑一样到处投掷地雷 拍到一半话还没讲完就遭到俄军空袭 距离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大约60公里的巴石坦卡 俄国军机在这些民宅上空投下无数颗炮弹 但现在不只要注意空中飞弹 还要留意地面上潜藏的危险 俄军的新策略就是狂霾地雷 而且不是踩到立刻爆炸 那里面的灵状在自己的灵状 这些工具也会有关几时四分钟 所以我们要用它检查地雷 准备到灵状与免费的秘密 有灵状的灵状在这部份 所以他们不能够到处近 他们是够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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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制它们的灵状 俄军残酷的新战略让毫无戒心的平民登死 尤其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是新款智慧地雷 感应到脚步接近就引爆 还可以有效区分人类和动物的脚步声 华游报道 俄军在撤退乌北的路上像撒面包屑一样散布地雷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控俄军大搞破坏 故意留下数千枚地雷 连平民尸体都不放过 谈开乌克兰地图 其实早在八年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第一波武装侵略后 乌东的卢干斯克顿内刺客就有约1.6万平方公里土地 被地雷和战争遗留的爆炸物污染 而现在初步估计污染扩大多达八万平方公里土地 包括首都基辅近郊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马里乌波尔承诺比河场都得步步惊心 这时候得靠他解除危机 穿着乌克兰小背心 他是隶属于国家紧急服务中心的搜救犬派盾 小小身躯在找地雷鬼雷时非常灵活 光一个月就发现了90颗地雷 然而战争还没结束 马里乌波尔还在水深火热 马里乌波尔的死亡数字持续攀升 现在俄军不止围城封锁 更打算毁尸灭迹 现在还传出俄军强攻 马里乌波尔是为了取得乌克兰重要的防御据点 亚速钢铁厂 随着乌东大战到来 马里乌波尔势必在线激烈冲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琴表示 会跟乌克兰停火协商走入到了死胡同期 俄军决心要拿下乌东地区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他们也正在地点对着秘密训练乌克兰作战 乌克兰将采用游击战的方式抗敌 乌克兰为了证明俄军屠杀平民的证据 也邀请了法国的监视调查小组到布查室 来验尸跟搜证 俄军进犯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半月 俄罗斯丝毫没有收兵的打算 总统普琴周二还在演说中表示 停火协商走入了死巷 俄罗斯决心要夺下乌东顿巴斯区 乌克兰大军的车队正朝顿巴斯区前进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乌东地区大多是平原地形 林木西书也少有建筑屏障 属于义工难守的地形 乌军这一次处于极度的劣势 米尔本是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 他的作战经验丰富 曾经参与索马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米尔本在2019年退役后 召集前海军陆战队友组成团队 专门提供军事单位作战训练 目前他们正在乌克兰的秘密基地 训练平民和特种部队作战 乌军在基辅重挫俄军 美国的战术指导是关键 敌党俄军东清 乌克兰最有力的战术是打游击战 并沿用基辅策略锁定俄军坦克轰炸 未来几天乌东地区会降下大雨 泥泞的道路势必阻碍坦克前进 乌军可趁机进行攻击 美国计划再提供乌克兰7亿美金的军备 军事专家认为乌军应该补强 无人机 通讯和医疗设备 因为这些都是俄军所不足 战术运用得当 就算以小博大也有胜算 遭乌军猛攻的南部地区 一个只有一万两千人的小镇 一百多位平民组成的杂牌军 竟然成功打跑了俄军 其中一名78岁的老翁 用自制的汽油弹摧毁了俄军 炮弹系统成了全村的救命英雄 俄罗斯军屠杀平民的证据越来越多 美国总统拜登也首次称这是种族屠杀 并呼吁西方盟国提供更多的武器 对抗俄罗斯 乌克兰政府邀请法国建设调查小组 到布查室进行验尸和搜证 希望借由国际专家的参与 不给俄罗斯任何否认和狡辩的空间 法国建设小组抵达的当天 乌军又在布查室一间民宅地下室 发现了六名遭俄军处决的平民 南部在维城的马里乌普尔 周一以四在化学武器攻击 雅苏因的民兵组织表示 有三名士兵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美国和英国军方正在检视相关报告 目前还无法证实 俄军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因此西方高度警戒 对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敢大意 TVBS新闻总部报道 美国制药巨头辉瑞执行长博尔拉 一款对于多种变异株有效的新冠疫苗 他说很有可能就在今年底问世了 博尔拉认为因为目前疫苗 存在着疲勒风险 预测拒绝接种疫苗的人 不会改变主意 所以全球真的是要一款 防务力超过一年的疫苗 辉瑞也正在努力生产 能够提供一整年良好保护力的疫苗 这也代表着未来民众 可能就会像接种流感疫苗一样 一年施加一剂的追加剂 镜头转回到亚洲的日本 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 上阴的人潮也慢慢的回流了 虽然生活跟以往差不多 但从今年一月开始 虽然感染人数已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但死亡率是大幅下降 不过最近疫情再度反弹 光是在日本的冲绳县 就已经宣告迎来第七波的疫情 粉色樱花布满轨道两旁 游客穿上和服拍照 仿佛置身在浪漫四月雪中 还有公园内 游客铺上野餐店 席地而坐赏樱花 别有一番景致 现在正是日本樱花盛开季节 就算疫情还在延烧 赏樱人潮已经比前一年还要多 今年真的是赏花的人潮有回来 那大家比较敢出去赏花 然后当然就是戴口罩 然后大家知道赏花都会铺地 大家会铺在地板上 垫子然后赏花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改变日本赏花的方式 以往来都是大家很聚集很密集的 那今年很多地方 它是禁止喝酒 然后禁止长时间 然后甚至是规划出一个区域 就是大家用走的 我们不要坐下来 坐下来很容易可能会感染 不为疫情纷扰日本国内旅游已经渐渐回温 日常生活不再受到影响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 日本极有可能已经进入第七波疫情 确诊人数创下新高 全国总确诊人数已经来到690万人 但从今年1月到现在就增加了500多万人 占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在疫情之下除了要戴口罩这件事情是 最大的变化以外 其实我觉得到第六波第七波 其实我们生活的感觉是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也不太会去在意每天数字的变化 Total已经有 我今天有稍微看一下 大概有700万人只有得过 所以就是好像谁得过都不是很奇怪 我们也不会觉得要去找那个源头 因为你不知道要从何早起了 在日本工作10年的Apple 疫情后感受最大的不同 就是工作模式已经出现转变 居家远距上班比例大增 即便政府已经放宽防疫管制 公司退租办公室的数量大幅增加 在日本跟台湾一样出门呢 还是会戴好口罩 不过他们很多防疫政策呢 都已经是松绑了 像是他们不用食联制 不用追踪足迹 即便他们现在确诊人数呢 是还在盘升当中 不过他们的生活已经慢慢恢复正常 长达两年的国境封锁 渐渐走向于病毒共存目标 日本政府还祭出旅游区域优惠方案 包含北海道关东四国九州等等六大区 住宿有补助 但要出游也有条件 经线区域内移动或是线内移动 另外也得要有疫苗接种证明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接种 不愿意去接种第三剂的 这个追加剂的疫苗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他们都觉得说 反正我都无症状 年轻人不愿意接种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怕第三剂有所谓的副作用 日本他们就想了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想说最近的话 其实日本已经开始发生所谓的 我们在讲说旅游的消费的 报复性消费反弹 你必须要接种三剂疫苗 你才能够获得大概 你去住宿的话 可以获得两千块 一直到五千块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奖励 看看日本国内疫苗接种率 完整两剂比例高达八成以上 但三剂疫苗目前占总人口数的四成左右 保护力还不够 面对高传染的变种病毒株 从上一波感染Omicron BA1 又开始转为传染性更高的BA2病毒株 以东京来看就有七成BA2的感染者 让日本不敢掉以轻心 要在放宽于警戒间取得平衡 今年1月1号以后的这波500多万人里面 事实上它的致死率只有不到0.2% 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 他们在今年1月1号以后 虽然第六波的Omicron的病例上来以后 但是在最近他们还是 慢慢的又加快的放宽 一些国内外的一些 恢复如常生活的一些措施 如果你有打完完整的两剂跟三剂的疫苗 你可以去像是展览会或者演唱会等等一些活动 那国家都会给他一些优惠 觉得我们慢慢台湾也要借进他们的 在这次Omicron的流行的这样一个经验 日本积极回归日常生活轨道 在开放与防疫的政策与欧美靠拢 第七波疫情是否会再度影响开放步调 值得让同样疫情再起的台湾 借进参考 TVBS新闻华镇森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最终第一线 今天现场是邀请到TVBS的国际新闻评论员余文琪 文琪文安 文安大家好 那我们想要来请教文琪 尤其是最近中国大陆持续在非洲生根 提出了一带一路跟重大投资来利用非洲国家 相较之下美国似乎在非洲已经着力不生了 川普任内甚至是没有访问过非洲 美国的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德上将最近就警告了 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布局和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 想要请教文琪你怎么看 美中在非洲的战场上目前的角力状况是如何呢文琪 是的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与其他地区相比 向来是最小的 因此不论商业的投资或者是军事方面 都是全世界部署最少的 那小布什时代呢 其实他特别成立了一个叫迁徙挑战的公司呢 叫做MCC是美国对于非洲专门做经济援助 以及提倡民主的一个政府机构 另外呢在军事上也有非洲的司令部来稳定这个区域的安全 尤其是在军事训练还有防止恐怖分子的活动方面 那但中国呢则是在去过去的20年以来特别重视对于非洲的投资 那最早是从纯商业的考量包括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国企对外投资 不但中国需要进口非洲大量的矿产以及天然资源 也帮助非洲做这个非常基本的基础建设 另外在贷款方面呢 中国也比较愿意以低利率的方式 还有就是长期的贷款来帮助非洲做经济发展 不像是西方国家或者是美国通常都会有这个民主人权方面的要求 那因为这样呢 中国在这个非洲长久的经营之下 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也比较深入 另外就是非洲国家向来因为自己的殖民历史 独立之后呢 不太愿意完全靠拢西方 因此和中国还有印度这些国家 通常被视为是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 那在外交上呢 也因为非洲国家的数目比较多 因此联合起来 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力的 那我们再来请教文琪 那当然除了非洲以外 大家也很关心这俄乌战争 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印度始终不公开谴责俄罗斯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一再表明 不希望印度去买俄国的石油 但是印度还是低价采购 所以呢这个印度在俄乌开战以来的态度 现在传出德国 可能就不会邀请这印度总理莫迪 参加六月份在德国举办的G7峰会 所以我们就来请教文琪了 印度不想选边站 但他真的能在俄国跟西方国家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吗 文琪 印度是一个蛮特殊的国家 因为他其实从独立以来 在国际上上来就是不愿意选边站的 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 就以当时他的总理尼鲁发起了这个全球的不结盟运动为主 但是那时候呢 因为是冷战 大概有一百多二十多个国家 而且大多是以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为主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以及独立 不愿意在西方为主的集团 还有在苏联为主的共产集团里面选边站 那反殖民主义的这个印度呢 因为主导不结盟的运动 而在冷战时期在国际上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因为他通常不选任何一边站 所以也更重要 另外就是他让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呢 非常推崇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的印度总理莫迪 他目前跟美国的关系呢 是在军事联盟上算是蛮好的 因为他是QAID 也就是印度、美国、澳洲 还有日本四个国家 共同的军事对话机制里面的一个分子 那他跟中国的关系呢 也因为在边界有争议 所以有点摩擦 那跟俄罗斯呢 反而是在军事和贸易上 有不错的这个往来 包括这一次的沃尔战争 我们也看到了 印度他不愿意制裁 俄罗斯反而在这个油价降低的时候 大肆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那我们看到就是冷战结束之后呢 虽然不结盟运动 他的重要性也下降 但是还是继续存在 但现在呢 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 让这个平常不选边站的印度 又重新可以利用他特殊的外交政策 来凸显印度的战略重要性 那虽然说这一次G7的峰会 不会邀请印度 但世界局势呢 可能会回到过去冷战时期的这个区块性集团 当然还是要看就接下来沃尔战争的结果到底是如何 我们现在文琪带来的第一线国际分析 不过我们要带单应再关注到的是 法国籍右派的总统候选人马林雷鹏 公布他的国际外交政策 他表示当选后呢 将会推进跟俄国的战略和解 避免中俄同盟也致力于让中国等遵守国际法 但马林雷鹏近年来遭受指责立场太心恶了 他辩护说他一直维护的就只有法国利益 他说马克宏之前的立场跟他也有相似之处 他只是不愿意对莫斯科技术赤裁 要保护法国人的购买力 避免物价拍升 他表示如果当选法国总统 不会提议退出北约 但会退出共同指挥系统 俄罗斯宣称拿下乌克兰南部战略港城 官媒更高调公布大批士兵高举双手的投降画面 点名就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 总共1026名的官兵 但却火速被乌克兰士兵打脸 还自拍影片强调 所有人都还死守在马里乌波尔没有走 高举着双手 一群士兵们走了出来 有人还被扛出来 另一个角度一排士兵全跪在地上 一旁还有官兵看守 镜头转到阴暗的地下室 只看到站满士兵 俄罗斯官媒再度动员 新公布的画面 称这群人是南部战略港城 马里乌波尔投降的乌克兰士兵 俄罗斯国防部更点名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官兵 共1026人全员投降 只下一秒却被打脸 所有人坐在椅子上 旁边可以看到些许的军备用品 被点名的乌克兰士兵 自拍影片称所有人死守岗位 强调尽管城市被包围 事物越来越少 但乌克兰人没有逃跑 美国则是否认 俄军宣称的已经控制马里乌波尔 只是俄军未来几周将采取更强攻势 俄军立断后勤补给 乌军处境高级 想要突破封锁 势必是艰困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注到东南亚焦点 新度台风没击 重创菲律宾引爆 土石流跟洪水的灾情 造成至少80个人死亡 随着救难人员 挖出越来越多的遗体 现在受灾最严重的 伊泰省贝文市官员就直言 不敢报太大的希望 主要还是希望赶快来搜寻 罹难的遗体为主 怪手栽着用床单简单包裹了遗体 好几具从土石中挖了出来 美极台风重创菲律宾引爆 土石流和洪灾 重灾区雷泰省被弯事 住宅区惨被土石活埋 交集的家属等了好久 碰来的却是冰冷的遗体 挖土机在宁令中 寻找失踪了居民 但随着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市长坦言 目前主要搜寻拟败者为主 山头在土石流冲刷下 住宅区一位平地 只看到土石淹没的屋顶 大雨速度阻碍救援 菲律宾东岸9个地区 至少13万人受到冲击 泡在水中 街道成了河道 救难人员在湍急的大水中 抱着老人一边拉着绳索 惊险涉水 女子在水深急凶的洪水中 载夫载成 救难人员紧急出动怪手 差一点就灭顶 情动不变的老人坐在椅子上 被抬上车 救难人员在洪水中 持续疏散 减降怀生 菲律宾每年遭受约 20场风暴袭击 官方指出 这场风暴 预估死亡人数 恐怕持续攀升 TVBS新闻 纵后报导 回到新闻现场 焦点带您转回到台湾 国内发生了多起 幼儿园国小群聚事件 也因此幼儿疫苗 什么时候才能开打 大家都很关注 不过当然很多家长 都担心副作用的问题 先前也倾向不打的 ACIP委员会 召集人李秉颖医师 现在态度也改变了 他认为呢 这儿童打疫苗 现在看起来是力大于弊 我觉得活错太久了 要赶快打才行 对对对 要不然会无限期的 一直停课 对我们非常的困扰 都说要跟病毒共存 但家里念国小的小朋友 根本还没打疫苗 这让家长很着急 希望小朋友要打 这样子才可以让他们 有一点防护力 我是希望说 当然是打 起码有一半 可能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小孩 就是因为这几波疫情下来 校园群聚有相当高的比例 都是国小跟幼儿园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 五到十一岁幼童 没打疫苗的 有百分之零点零三到零点二二的几率 导致重症或死亡 但打了疫苗 能降低百分之三十一的染疫风险 也因此专家看法两极 对于儿童将来 未来的疫苗的这个副作用 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并不知道 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在疫情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之下 暂时不会考虑 副作用的未知数 愿超于重症死亡风险 国际间的做法 保持开放态度 有些国家就是说 我们不建议 就是我们ACIP 我们的专家群不建议 但是你要打我给你打 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不要打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因为这还是利弊的问题 然而国内ACIP召集人 李秉颖一时认为 美国儿童染疫死亡有900多例 比流感还严重 因此建议施打 儿童重症的比例虽然比较低 但是它造成的伤害是大于流感 现在看起来 5到12岁的小孩子 打新冠疫苗 看起来是历大一弊的 先前ACIP倾向不打 现在看来态度有所转变 而指挥中心也证实 目前食药署正在处理 BNT莫德纳 针对11岁以下幼童的紧急授权 打与不打 接下来中央势必得给出更明确说法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最新研究指出SARS-CoV-2的病毒 非常容易引发免疫风暴 事实上新冠病毒引起的免疫风暴 致命风险也高 很有可能会酿成的是全身发炎反应 所以医师就指出了 你想预防新冠肺炎 就是得避开一些感染源 抵抗病毒入侵身体 免疫力相对来讲就很重要 目前新冠肺炎有很多无症状患者 更不是每位确诊者 都会以发烧来表现症状 其他出现的症状像是腹泻 味觉异常 嗅觉异常 而病毒也会侵犯神经系统 这时免疫力低下 老年人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病友 就容易产生重症 新冠病毒就是 不只影响我们肺部的细胞 那它已经被知道会影响我们 很多免疫系统 很多细胞 免疫系统就如人体的保全系统 主要作用是帮助身体辨认病毒 进而藉由启动免疫器官 生产免疫细胞来清除病原体 新冠肺炎出现严重发炎现象 并非由新冠病毒引发 而是身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当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防御过当行为时 就会发生一种称为细胞激素风暴 又称为免疫风暴的危险现象 免疫系统不仅会清除入侵者 同时也会造成人体损坏 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 要预防新冠肺炎就是要避开感染源 抵抗病毒入侵身体 当身体出现容易疲劳 睡眠品质差 消化不良 精神违靡 都是免疫力下降的警讯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期间 很多人大幅度改变生活步调跟习惯 现代人经常熬夜 睡眠不足 饮食不节制等NG行为 再加上对于新冠肺炎过度恐慌 情绪压力大 在调节免疫方面也会出问题 产生各式各样的疾病 市民期刊由耶鲁大学所做的这个研究 长达两年的追踪 发现如果减少14% 相当于一碗白饭 300大卡的一个热量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的一个器官 叫胸腺它其实会变得比较好 而且可以增加T细胞 我们的免疫细胞的量 从而减少一些跟衰老相关的 蛋白质的产生 而这个蛋白质的减少 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 往比较好的方向走 也可以让我们的衰老状况减缓 疫情升温改变了许多人 原有的生活形态 适量运动可提升免疫力外 每日均衡的饮食补充关键营养素 也是对抗新冠病毒重要的力气 有些人也许就是有病态的肥胖 那是说假如是适当的去 克制的热量摄取 以及这个适当的运动 都会有帮助我们 维持一个免疫力的平衡 基本上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尽量吃所谓的原型食物 因为其实加工越繁复 其实就会导致 其中的一些微量氧素流失 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微量氧素 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C维生素E 甚至像一些叶酸 铁芯等等 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免疫力的 一个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吃一些 过度加工的一个产品 可能就会导致 微量氧素的流失 那可能当然间接的 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自身的一个防护力 医师指出新冠病毒 与人类免疫系统互动 易感族群是高危险族群 容易发展成为重症及死亡 而目前没有任何 实证医学证据证实 药物或保健食品 可以改善个人体质 增强抵抗力 对抗新冠病毒 唯有保持健康生活形态 均衡饮食 让免疫力维持最佳状态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微服部长陈时中 如果接下来 真的要去选市长的话 那么接班员是谁 话题也不断 现在除了国民党 他们也猜测 是不是民进党立委 邱太元之外 总统医疗小组的造极人 被说是御医的陈正文 也被点名了 不过记者呢 打电话给他询问 他说了三次 是绝对没有这件事 听说您在防疫的辛苦 可能就到五月底 还是六月底 是不是 要去辛苦另外一件事情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盘算 时空否认所谓的华丽转身 但谁可能接替部长大卫 点兵点将也开始 原本外传有立委邱太元 接任现在还有这一位 像总统这样子 那就是医疗小组 召集人 医疗小组去处理 还是部长您会跟陈院长 那个召集人那边 有什么联系一下 还是对 我们当然会稍微互相讨论 徐世荣口中 这位陈院长说的 正是苗栗围攻医院院长 陈正文 专场为内科肾脏学 透析学 担任过北荣肾脏科 主治医师嘉义部主任 与总统亲哥哥同为荣总出身 因而推荐成为 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 成了所谓的御医拢头 昨天2016年上任后 首次出访 陈正文出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过境妈咪时 镜头拍到他随时待命 只是记者致电询问 强调三次绝对没有 只是现在也传出 陈时中去选的话 防疫指挥官大卫 可能有李秉颖接任 但他却说找他 他也不做 只是疫情动态 没人有把握 传出入六月仍止不住 决策高层已有备案 让陈时中留任 未来另有任用 陈时中如何转身 外界警定 不晓得您看篮球吗 台湾的直篮最近发展得很好 包括第一年成居的 T1联盟 还有迈入第二季的 Plus League 两个直篮都不断提升 看球环境跟比赛内容 让很多球迷都愿意进一场 也带动了旅外球员 愿意反台打球的风气 我在哪个队伍中 然后可以带领这个队伍 拿上胜利 或者是进到季后赛 或是甚至拿冠军 只要团队不求个人 他是台平英雄 后场灵魂蒋玉安 身高涮着174公分 但球技吓吓叫 进攻得分 穿着引线相当出色 帮助台平英雄 在T1联盟当中 打出精彩表现 把自己在场上可能 有一些错误的部分 可能要去做修正 那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把 就是队友们一起带入金融赛 那在于团队的部分 就是最近磨合越来越好 蒋玉安有台湾 Ifferson的美称 过去SBO台平时期 就是当家主控 当时拿过两届MVP 今年T1职篮联盟成立 蒋玉安表现同样好 拿下12月跟2月单月MVP 也是联盟首位获得 此相殊荣的本土球员 可能有些人会告诉我 你可能就是哪个单项 怎么样怎么样的数据部分 可是对我来讲 可能这都不是我的第一要点 而第一要点应该就是 团队能够先赢球 我才是我的第一个触发者 在进攻端他可能组织 然后整场的串联 那在防守端对于控球后卫的压迫等等的 给他们的控球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小安在我们球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灵魂的角色 台湾近来篮球兴起 国内两大直篮加上SBRO 就有17支球队 蒋玉安表示 近几年不少优秀台将 从大陆CBA返台加盟 本季高雄海神的葫芦帽 中信特工的林伟翰 就是从CBA返台加盟T1 台湾直篮越来越好 球迷越来越多 进场而且有那种感觉在地化 那种主场的感觉 然后很多人就是 在主场都是专门来为我们加油 那种感受力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球迷的热情越来越好 球运跑动练习默契 新装体育馆黄黑色球衣的队伍 是另一支直篮P-League Plus 今年新成军的新北国王队 兵强马壮 第一年加盟就力压各队 成为目前联盟龙头 也是第一支闯进季后赛的球队 我觉得这一支很享受 这一支很感兴趣 我没有想到 新北国王市气正高 整个联盟人气也很旺 摊开各队进场人数 国王主场的女王中赛事 单场性近满座的6220人 台新梦想家主场迷你弹 各式连续12场满座 新竹工程师新竹体育馆 满座6290位 富邦勇士和平篮球长 7000个座位 也常常搅出近满座的成绩 我们现在台湾有自己的职业联赛 就是像有一些旅外的球员 可能就会回来 那就是我们台湾也有那么好的环境 去经营 然后政治越做越大 那对台湾的篮球来说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匹勒萌这边也有不少旅外球员回归 包含加盟钢铁人的周一祥 梦想家吴永胜 以及富邦勇士精神领袖林志杰 都是从CBA返台加盟的优秀球员 钢铁人更早来过去NBA选秀状元 班尼特加盟 证明台湾篮球不再只是输出 而是能用更好的市场薪资 吸引球员返乡 风气越来越好 那就是造就整个环境 那球员也必须要更努力 然后把这个环境共同维护 然后持续的成长 现在有这种球迷进场 那球员一定要珍惜这个舞台 双直篮兴起带动篮球热潮 环境 球团 市场三方面同步成长 球迷进场力挺 就对了 TVA新闻 陈俊明来迷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奖